与色看世界 让你听见世界不同的声音 欢迎收听与色看世界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的与色看世界 今天是9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五 所以我去厦门推广正念的分享 到今天就先告一个段落 从下个礼拜五开始 又有新的节目的内容 要跟大家分享 要跟大家分享 我上个月去泰国法绅士参访的一些心得 那看到哪些东西 听到哪些东西呢 还有学到哪些修行的观点 来跟大家在线上分享 今天呢除了继续跟大家来聊聊 我去厦门的正念推广的一些内容之外呢 同时呢还会跟大家分享 一封读者的来信 这封读者的来信呢比较特别 因为它里面很多的内容呢 很值得大家去审视 灵修这件事情 刚好呢 读者在写信给我时候呢 我并没有看到 后来呢 他有带他的家人来找我 问事情 后来呢 我再去回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呢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观点 很值得大家来借敬 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我们先休息一下呢 再来继续下面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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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雨色看世界》 我从大陆厦门回来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 我刚回来的时候呢 有点不太适应 刚一回到了台中的清泉钢机场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台湾的房子 机车跟很多的人 那我在厦门的五天里面呢 我看到的房子是不一样的景色 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机车非常少 有时候来回 可能从饭店到推广阵列的地方 这样来回 有时候路上看不到一台机车 看到大部分都是交通车 那 他们告诉我说 大陆人 他们比较少骑机车 厦门比较少骑机车 政府呢 他们也会抓机车 就是 有些机车会骑到快速道路上面 政府也会抓 可是呢 很奇怪是他们政府呢 并没有严厉的制止说 不能够卖机车 可是他们会抓机车这件事情 如果我收到讯息有错的话 再麻烦讀者 如果比较知道的话 请 可以跟我说一下 他们 上下班 或者是出外办事情呢 大部分呢 都是自己开车 或者是坐交通车 那当地人是这样告诉我 他们说 因为一台比较烂的车子 中古车的话 大概是5万块到4万块左右的人民币 那 折合台币大概10万到20万左右就有一台了 因为厦门很大 你骑机车其实有些地方是不方便的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自己开车 虽然说 呃 车油钱是比较贵的 可是去哪里都很方便 呃 他说 呃 大陆才刚开始 呃 跳跃式的发展的时候呢 很多的工地的工头跟工人呢 他们都是坐交通车 呃 上班跟下班 后来他们才发现 他们后来才感觉到说 坐交通车非常的不方便 第一人很多 呃 第二要等很久 然后有时候你下班的时候呢 可能是很晚的 你坐不到交通车 所以他们宁愿呢 买一台很烂很破的 中国二手车呢 也不要再坐交通车 所以在大陆厦门的车子非常多 呃 唯一就是 看不到机车 反观我们台湾呢 反而是机车比较多的 呃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天 他告诉我说 看一个国家进不进步 看一个国家是否正迈向进步的一个 一个领域 就看他的都市的机车多不多 如果说机车很多的话 代表是政府在交通这方面 呃 的施政是比较贫乏的 比如说呃 如果说政府是很担心 很在意呃 居民的健康 或者是在意居民的呃 安全的话 会尽量的去开发 比如说像是地铁 捷运 或者是很便利的呃 交通车 可是 反过我们台湾 在这方面确实是比较弱的 为什么说健康 因为太多的汽车 呃 太多的机车 会污染这个环境 那如果说都是搭乘公共的运输工具 比如说地铁啊 台铁或者是捷运等等之类的 所造成的污染是比 呃 是是比 摩托车或是汽车好一点的 那 其实这我这时候 有在思考说 其实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 确实好像 比较不用心 呃 我有朋友呢 来到台台中工作 台北人来到台中工作 他告诉我说他最不习惯的台中的地方就是 机车多 没有关系 可是呢 运输工具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台中目前没有捷运 不像台北 虽然机车也很多 可是四处都有可以搭捷运 或者是 呃 公共汽车 那在台湾 呃 在台中呢 反而比较少 台中的那个 公共汽车哦 非常的不方便 连我是当地人 其实我都 没有搭过那个 公共汽车 呃 因为我完全搞不清楚那个 路线 怎么搭 然后 他们来的时间呢 像在台北 的 实践都还比较准时 在台中好像不是那么准时 嗯 这是我看到的现象 然后 第二个是 大陆的房子呢 规划得非常的好 呃 呃 我刚下飞机回到台中的时候呢 走那个 中情路 台中 很大条一条 中情路从台中市区到 青泉港 台中机场这条路叫青泉路嘛 我发现说那个 呃 呃 房子很多 很拥挤 然后 铁皮屋很多 然后 卖槟榔的也很多 路边堂也很多 那 这种现象呢 在大陆 是看不到的 他们规划的 很好 那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当我们在批评大陆政府的 或是大陆人民不好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去想想 他们好的地方 比如说他们对于 都市 都根这件事情的话 他们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共产党 听说他们如果说要施政 比如这个地方要挖掉 这个地方要重整的话 呃 速度非常快 不像我们台湾要 要 要 要不断沟通再沟通 所以我也在思考说 到底民主跟不民主 这种东西怎么取舍 会比较好 比如说在大陆 可能 或许是他们是比较不民主 所以他们在都根 或者在都市的一些 呃 整治上面呢 是比台湾好的 它可以一整片的人呢 把你去除掉 然后重新的 重新的 盖过房子 然后全部把你赶到某个地方去 然后再盖一个很好的国宅 给你们住 好 好 那在台湾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说 啊 我这样子 要多少钱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 都根的 那我就是 这一瓶可能 原本是价值12万 那因为要都根 所以我 轰台到 10-20万 那每户的 呃 每户的人的标准不一样 那这就是民主跟不民主的地方 我们是比较民主的 那他们是比较不民主的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看一些 呃 暴障媒体会说 大陆人他们很喜欢我们的 呃 民主 呃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的素养非常高 可是也想一想 其实过度民主 其实好像也 也有他的问题 那怎么取得这个平衡点呢 我觉得 好像有他的难度 那我 我在当地有听到 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说 呃 他也是听到一个某位教授讲的 他说其实台湾 呃 台湾的草地皮啊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地比较小 哦 地小所以 能够盖的地方不多 那 其实呢 只要我们把多余的空屋啊 哦 把它整治了 哦 比如说 不要的房 呃 屋设啊 平均房啊 或者是 几年以上已经 可能一整栋三十几年的公寓 可能里面只住一两户 那把它整治一下 稍微都更一下 其实台湾的地还是非常大的 这件事情呢 对我来讲呢 我听来 心 心有戚戚烟 就是我 前阵子我在看房子 然后 看了蛮多的房子 然后有一间房子 诶 我觉得 诶 中黄的还不错 一看就知道是投资客 去拉皮过的 那我觉得他的规模 诶 可以如果说 把它 当一个 呃 佛道共修的地方 然后可以让一些人 来到这个地方 打坐啊 然后来这边 呃 学习一些 好的知识 然后我请一些老师 来教佛法跟道学 然后诶 我觉得这场地还不错 后来我去看的时候呢 我一进去说我傻眼 就是它是在五楼 好像是顶楼吧 好像顶楼五楼 那它就有点像是 你们如果有看过香港的房子 我会知道 比如说你可能一个楼梯上去 就有一个 楼梯是在房子的 可能是某一边 然后它就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长廊 那长廊里面大概有十间的房子 所以你每走一个楼梯呢 就看到有一个长廊 那里面就大概有十间的房子 就有点类似早期的 呃 香港的房子 那那个房子呢 已经至少我猜 应该有三四十年左右了 那我看到每一个长廊呢 就跟鬼屋很像 就是有长满支柱室 然后地上也非常的脏 呃 重点是楼梯 都有一些窗户嘛 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风雨可以打进来那种的 那我走进去 我都觉得全身会发麻 都觉得里面应该是有鬼吧 就是刚才 呃 我觉得里面应该是鬼屋吧 很适合来拍那种 那种什么 就是 纪录片那种的 那后来我们到了 到了 我 呃 我想看了那间房子的时候 哎 房子确实是蛮干净的 可是一打开之后呢 整个长廊呢 就是 连那种 那个走廊的灯啊 都非常的老旧 都至少应该都是那种 三四十年那种的灯 哦 那时候我心就 凉了一半了 那后来我就想说 哎 其实那位教授讲的 蛮有道理的 就是 台湾的地虽然小 可是有很多是很 污泥很老很老的 甚至一整栋公寓呢 可能只有一户到两户人在住的 其实这样的房子呢 其实可以把它都更 或者是 政府应该有一些做法可以做 可是这部分 跟厦门比起来 我们政府在这方面是比较薄弱的 那第三个我看到的现象是 大陆是 我没有看到野狗 就是大陆也好像也会养 充物狗 妈妈狗都会养 可是 嗯 比较少看到路边有野狗 所以我在想说 大陆人是不是喜欢吃狗肉 所以呢 路上的野狗都被吃光了 这是我个人猜测的 那我问他们呢 他们讲不是个所以然 就是到底为什么大陆 路边是没有野狗的 嗯 他们也不知道 那以上呢 是我 听到跟看到的一些 信像跟大家分享 嗯 我这样讲这样子呢 并不是说台湾不好 其实呢 我觉得台湾 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每次回国之后 不管我是去大陆啊 或前阵子去泰国 或是更早之前也有去欧美国家 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总觉得说 其实台湾是一个宝岛 嗯 不管在 宗教上的发展 或者是自由跟民主上呢 我觉得台湾是很适合 久住的地方 只是说 我觉得台湾的政府 心胸比较狭隘 嗯 小小一个台湾 那 政党之间 的 恶斗 这么多年了 可是却没有办法 让我们台湾 走向更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地方 比如说我在小时候 常常就会被听到说 啊 台湾已经什么 四小龙之手 嗯 听起好像觉得台湾 好像一片的繁荣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的 台湾 我觉得如果硬要挤的话 我相信 连 亚洲四小龙都排不上 随便的一个 泰国啊 呃 日本啊 或是 不要讲别的讲 光是一个中国大陆好了 挤进来 其实我们台湾也挤不上去前四名 可是 大家好像还是很安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很棒的 可是却 一昧的用媒体来抹灭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 泰老啊 菲律宾 或者是中国大陆 可是却没有看到自己应该要努力成长的地方 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那台湾有什么样的优点 呃 我个人觉得 呃 第一个是台湾的人民很 很善良 嗯 这是 就是 呃 虽然 那个爆炸媒体打开 感觉上晚上还是有很多 呃 很多 是不是 呃 比如说被抢劫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那还是算是少重 呃 如果说你晚上 你可能十一二点 你肚子饿了 你可能去 呃 去买个东西 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可是 像我之前我去过 像意大利啊 或是去埃及 呃 导游都会告诫我们说 晚上最好不要自己跑出去饭店外面 可能随时都会被抢劫 也许像埃及 中东那个国家 是比较危险的 那反过我们台湾呢 其实在这方面 自然反而是比较好的 呃 第二呢 台湾的 买东西呢 非常的便利 呃 你四处都可以看到便利闪店 全家 西文啊 莱尔夫啊 等等 甚至 甚至很多那种 卖五金行的 五金行的 很多 那是也有24小时的 这个在其他国家是看不到的 呃 那 我觉得这台湾 是种进步吗 反观来想的话 台湾好像很喜欢赚钱 所以 你要说是便利也可以 你要说进步也可以 那你要说台湾爱赚钱 好像也是那么一回事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呢 跟朋友呢 骑交车环导台湾 每天 最想看到的就是西文 最想看到的就是说 诶 我骑交车 不管中午想吃什么 就是西文 那晚上呢 也是吃西文 甚至到了 花莲跟台东 那种很偏僻的地方哦 骑交车 还是可以看到西文 所以我那时候 我从来没有在擠 那个 擠便利商店的那种 集点数的那个贴纸 那因为环导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在吃西文 所以每天都可以在集点数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台湾 好像也还不错的 就是很便利 第三呢 就是台湾 台湾人呢 对国外的人都很友善 嗯 我到国外呢 我发现 国外人对台湾人 或是对外国人的态度呢 比较冷漠 那 反观台湾呢 对国外人的态度是比较热情的 嗯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 优点 嗯 第四个 我觉得很不错地方 就是台湾呢 四处都有Wi-Fi 嗯 市政府啊 捷运 捷运好像也有 对捷运也有 医院啊 政府单位 嗯 好像地方 就算你没有开通你的3G 或是你的那个 无线上网的功能 吃到饱 你去哪里都可以上网 可是你到了大陆 好像就不是这样子 去大陆啊 泰国 去到很多地方 嗯 要连上Wi-Fi呢 都很不容易 包含机场也是 比如说这样 我们 在我们台湾的机场 要连网路呢 很简单 可是你到国外的机场呢 都不容易 比如说我上个礼拜 上个月去泰国 然后要回来的时候 我想说 泰国机场应该有 应该有Wi-Fi吧 应该可以 手机上网嘛 后来发现他们也是要申请的 然后一个门号 只能用一个小时 那过了就没有了 那之前我去秘鲁的时候呢 有经过荷兰 那荷兰呢 也是 你上网 它会登入你的门号之后呢 也是限大概一个小时时间 那之后你就不能够再上网了 所以其实在国外上网 不是那么简单 可是反观台湾呢 在这方面呢 是比较便利的 呃 讲了那么多呢 只是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 台湾有很多好的地方 呃 我们要珍惜 那 同时呢 台湾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呃 也不要过度的去 去 看到别人不好的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啊 菲律宾啊 东南亚的一些地方 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我们很棒 然后别人都不好 像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的太劳啊 呃 呃 让我们的视野走出去 呃 让我们的脚呢 能够走出去 呃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几个观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继续下面的节目 是 是 是 sarspatthima jhe jhe maa gantarima jhe jhe maa sarspatthima jhe jhe maa gantarima jhe jhe 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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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i Ja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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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繼續來到雨色看世界 在下半集的節目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封讀者來信 這封讀者來信比較特別 因為它裡面牽涉到比較多關於靈修、通靈、還有修行的事情 裡面有很多的觀點或者是一些過程 可能可以給大家一些警惕跟給大家一些寂靜的地方 因為裡面會牽涉到一些人 所以為了保護當事者的隱私 我會做一些細部上的調整 這位讀者事後有來找我問世 那因為問世 我剛好在線上分享的時候 可以跟大家聊聊在問世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的來信是這樣子的 他說 因緣際會之下我拜讀了老師的書 我在人間與靈界對話 基本上我是一個比較不相信這方面的人 所以我不太會去看這類的書 因為我喜歡實證跟求證的行為 但是發生在我母親的種種現象 已經讓我們全家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也因為他母親的狀況 所以我才有機會讀到老師的著作 而在讀到老師書裡面的親身經歷之後 我才在我母親身上看到可以相互印證的地方 只是看了以後還是不知道如何用來協助我的母親 想要請教老師一些問題 或許敘述很長 再來請老師不見怪也不吝嗇 我的母親之前去一個已經久未有人管理的一般家中 供奉神明廳的地方拜拜 那當然也許了願也承諾說要整理該處的環境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有關係 該神的神明啊 原本是由我母親的表哥所祭拜 但是啊我的表舅已經過世一段時間了 因此那邊沒有人在整頓 所以也沒有人在供奉神明 就是在拜神明 等於是不是還有神明在呢 也不清楚 我的母親啊 在那個之後啊 就出現類似奇蹟的行為跟現象 剛開始說很輕微 可能呢 就是會閉著眼睛打嗝 然後身體會微微的震動 偶爾啊 會說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話 後來呢 自己去找自家附近的公堂問世 只說啊 他帶有天命 需要修行 我想啊 這應該就是所有的靈修吧 到了這個階段呢 應該已經算是起靈了 而他所去的一個公堂呢 是沒有辦事的機身 只是似乎都是有這種體質的 帶天命的這種體質 呃 靈修者呢 在公堂前面呢 打坐 靈洞 也都沒有人呢 可以問如何去修行 在看過 雨色老師的書之後呢 我了解到 修行在個人對自己內在 及接收訊息的思考 但是我母親其實在教育程度呢 比較低 他原本個性呢 也會比較依自己的想法 跟執念去行事 因此我看了老師的經驗 以及網路上其他人說法 想讓他笑法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聽進去 就這樣子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只是當然 並沒有看到什麼好的改善 並且說呢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相當的痛苦 當然我無法了解他的痛苦是什麼 後來那間公堂呢 來有一位師姐 他本身呢 似乎在靈修上了 已經有一段時日了 並且也有在 帶一部分的 初起靈的人在靈修 他看到我母親 他說啊 他可以幫助我母親 放輕鬆一點 因此呢 有幫他做一些處理 據我母親的說法 是有比較輕鬆 但是呢 開始會和他的原神對話 而且啊 會持續一整天 我忘了說了 我母親啊 說他晚上幾乎是沒有在睡覺的 有睡也沒辦法睡太久 因為啊 都會被那個原神吵醒 好像初起靈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 他這樣子一整天也沒有休息 精神已經很不好了 又一直跟這個所謂的原神對話 說是在教他東西 但是我聽來一直講的都是一樣的內容 也沒有教到什麼內容 感覺呢 是自己在男男自語 我已經覺得我母親應該不是走火入魔 就是真的精神分裂了 因為原神一直要我們相信他所說的話 並且要我印證 當然沒有實現過 而且也一直說 我很喜歡聽你媽媽講話 他說的話很好聽 我在猜他應該一時是指很有道理的意思吧 我們真的已經被煩到受不了了 本來可以工作的到現在無法 工作還不打緊 我父親也被逼到不能夠工作 必須要時時刻刻的看顧著他 怕他隨時會亂跑去其他公堂拜拜 之前也有因為去買個東西 就卡到贏的狀況 據老師書中的描述 自己的原神不是會在外來靈靠近的時候 有所謂的防護機制嗎 現在我的母親的狀況 已經讓我們全家不勝其老了 所以有請之前的師姐呢 將我母親內在的靈給驅走 並且封掉我母親的天靈蓋 只是我目前我母親身上的原神 依然在她的體內 師姐也三生五令的要我們母親 自己控制不要跟她溝通 不要聽她的話 不要被她控制 但是我的母親卻做不到 而且感覺上已經精神分裂 而且出現憂鬱的傾向 我擔心連我父親也會出現精神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有以下幾個問題想請教老師 希望老師能夠指點迷津 在老師了解例子當中 自己無法控制的原神 或是因為外來影響的 導致我母親這種狀況的人 在吃的控制精神方面的藥 會有改善嗎 那有什麼影響 我問過醫生 他們也指說會有手腳僵硬的情況 並沒有說有其他什麼樣的影響 例如精神恍惚之類的 或許醫生的說法只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安心吧 再來他問到了第二個問題就是 師姐說法可以把我母親的天靈蓋封掉 這種說法不知道老師您的看法是什麼 若是確實有這樣做法 不知道會不會有後遺症 據他說法我母親可能會瘋掉 那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我母親確實有跟她的原神對話 所以是沒有瘋成功 還是我母親確實是瘋掉了 第三個是 我如果看到我母親在旁邊 自己跟自己對話 我都會提醒她 不可以再跟她對話 她也表現出來盡量克制自己的情況 但是我不曉得是不是在跟她的原神對話 還是只是她的幻覺 看到這樣我都覺得很心痛 究竟我要繼續讓她跟她的原神對話 還是像師姐所說的一樣 要我母親克制她所有的衝動 第四個 現在我母親不太敢隨便的出門 因為她說怕卡到陰 我不知道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妥當 但是每當要帶她出門 大家都說晚上不可以 白天可以到 可以上到太陽的地方 這樣的狀況確實是屬於原神的體質嗎 還是只是她自己的神經質 第五個 我母親早上都很早起來 她說被原神吵起了 大概是五點左右 然後就到我們家三樓的神明廳拜拜 那個靈就會出來跟她對話 假如 在跟那個靈溝通是不好的 那是不是要適時的阻止她呢 因為她不知道是故意 那那個靈來控制她的行動 還是因為早上精神不好而被控制住 那無論是什麼情況 如果真的有靈體 是不是我們必須要阻止她 我讓我母親煩躁的時候呢 抄寫佛經 不知道這樣的方式恰不恰當 若真的有靈體在她體內 這樣的動作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目前還不知道是不是有不好的靈在她體內 她一直強調 抄寫經文不能夠是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也不可以簽自己的名字 她說是她原神指示的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如果我母親身上的原神 會不會 如果是我母親身上的原神 會不會是騙人的呢 我母親好幾次都要我們去印證一些事情 來取證我們的信任 比如說我父親老家的宮廟有些情況 我爺爺的粉有什麼樣的狀況 還有買大樂透的號碼 我要拍婚紗的那一天天氣會轉好 還有很多很多 但沒有一個是對的 另外大樂透的部分呢 是原神硬要我父親去買的 因為沒有照做我母親就會生氣 我說我們都不相信她 但其實她說的一些沒有辦法成真的事情 我們怎麼可能會相信呢 第八個 原神做錯事情 或是預言出錯 會一直道歉嗎 因為我們已經說明 在騙我們 或是預言出錯時候 就不再相信她 可是當預言真的出錯時候 她一直就會道歉 說對不起對不起 但是你們要相信你的媽媽 那個口氣像是原神的口吻 會這樣子一直道歉嗎 還是這只是我媽媽 換了精神病的表徵呢 那個靈有時候會做錯事情 惹得我們全家不開心 她還會惱羞成怒的叫說她是魔 這樣情況也是合理的嗎 還是純粹是企劃 或是也是我們母親 裝神弄鬼呢 不好意思問了這麼多問題 當然我也知道 老師可能覺得有些問題 並不算是問題 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老師一些建議 這是我看了老師的書 知道誠實的一些問題 其實我還有很多沒有問完的 只是不好意思打擾老師太久 想必這也是眾多讀者信件之一吧 但還是希望老師可以盡快的看到這封信之後 由衷的得到老師的回覆 這封信呢在當時我好像沒有留意到 事後她有帶她的媽媽來找我問事 之後我再去回想 再去找我的信件 信箱裡面才找到 誒好像真的有這封信 我才開始看 那所以在當下呢 其實我對她媽媽狀況不是很清楚 因為這封信寫了非常多 可是我卻沒有看到 在分享這封信我的看法之前呢 跟大家 我可以請大家幫忙 就是說 如果說你寫信給我 或者是留言給我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上過我的課 你就直接稱我叫羽瑟就好了 因為我沒有教你們什麼東西 不管是陶洛派啊 靈修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我的課 所以不需要叫我老師 那就像上過我的課的學生呢 有的他們也會稱我語色 我也無所謂 我不敢說我有那麼大的智慧 跟人力來解惑每個人的問題 我只是分享我個人的經驗談 還有過往的一些修行的過程 稱不上老師 所以如果說你們沒有上過我的課的人 其實你們就直接稱我語色就可以了 那在分享這封信我的看法之前呢 我先分享一個觀念給大家 嗯 我的學生呢 上正念課一個學生 他告訴我說 他之前呢 因為不了解情況之下呢 他有去接觸某些老師 那他也看過蠻多跑靈山走靈修的人 很多也是發瘋了 那很多是精神異常 或者是情緒不穩定的 呃 他看過也很多 他聽到也很多 那這種現象多不多呢 就我個人看過的也不算少數 所以我常常說啊 原神崛起啊 他是個悲劇的開始 只要你的精神狀況啊 沒有控制好 你的意識啊 不夠堅定的話 有時候啊 看起來是修行的捷徑 可是有時候是導致你 快速的走向滅亡的開始 那怎麼去判斷這個人呢 的靈修是否是走在正道上 就是走到那個正軌上呢 有幾個判斷的標準 第一個 他會被胡言亂語 就是 他會說 我的靈說什麼 我的原神說什麼 我這條靈很知道 我這條靈跟你說 你就是怎樣怎樣 或是說 我這條靈跟我說 什麼事情不可以做 什麼事情怎樣就怎樣 就類似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如果有的話 如果說你在公壇聽到這樣的說法的話 大部分我都可以猜測是 他的原神沒有合一 甚至已經沒有辦法合一了 嗯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他把靈跟自己都綁在一起了 他搞不清楚誰是誰 這也是一種狀況 所以我常說 走靈修仍是一個很 很危險的一個修行方法 如果你沒有相當的意志力跟 嗯 修行的正念 其實 不 嗯 不如就不要來走靈修 就應該去走一般的 不管是佛教的修行 或是純粹的念佛 或者是去聽課 去聽一些講學 我說正統的 佛教的講學啊 或是道教講學 都是非常棒的 嗯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 因為原神剛崛起的時候呢 我們身上就像有卡一條零 那他確實是可以跟我們對話的 而且確實是有另外一個意思是存在的 那 只要有被外力的催眠語法 比如說 你這是戴天命啊 你做事要出來辦書啊 那你這條零是 哪裡哪裡哪裡啊 來自於什麼地方啊 之類的 啊你這是卡丘音 像我在我之前的書裡面有提到是 我剛起零的時候呢 問了兩間的公壇 兩三間公壇 每一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後來在十幾年前 二十出頭的時候呢 我在網路上尋我的問題 那每一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有人說 我是觀世音菩薩旁邊的 嗯 金童轉世的 有人說 我是李羅札轉世 有人說 我這是主仙靈 有人說 我這是武功 還有人說 我是阿修羅轉世 我問 我可以問一百個 我相信一百個 應該有一百個說法 那還有人說 我的靈啊 是來自於是 土魯番 的那個 土著那邊的語言 所以我的靈是來自那邊的 其實想一想 我之前十幾年前 昨天那些 其實還算小咖 就是不算什麼 再看看其他 我後來遇到這些讀者 遇到這些個案奪 遇到問題 我覺得我已經算很簡單了 我的問題算很簡單 反觀他們的問題 其實算是複雜的 那也因為每個公壇呢 大家都要各說各話 所以意志不堅定的人呢 也會受到影響 相對的 不管你這條靈啊 是不是外來靈 是不是真的原神蘇醒 最終啊 如果你沒有瘋 不然就是變成精神分裂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在節目上 我想奉勸一些 一些朋友 第一個如果說你還沒有走靈修 你還沒有起靈的人呢 那不要把起靈 跟通靈呢畫上等號 因為你只看到他好的那一面 你沒有看到他不好的那一面 很多人這樣子發瘋的 你沒有看到 那不如當一個很平凡的人 或者是去修行一些比較 嗯 跟原神 跟靈魂沒有關係的修行方法 純粹打坐啊 念經啊 好像也不錯 第二個 如果你已經會靈動的 會起靈的人呢 請你呢 一定要往正性的宗教去走 公壇的說法不定是對的 也不定是好的 那一定要加入很多的 思辨跟質疑的能力 第三個呢 如果說你已經走很多年了 十幾年了 你依然的沒有辦法讓自己的心念 安住下來的話 那不如呢 你不然就把靈修這件事情呢 先割一邊 嗯 畢竟他已經伴隨你十幾年了 已經沒有辦法引導你走向好的 盡心的方法 那不如就先放一邊吧 嗯 因為他只是困擾你而已 他沒辦法增加你任何什麼 好 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 我們先休息一下聽個音樂之後呢 余瑟在空中呢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這封信的看法是什麼 那 開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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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人每天怪力乱神 喜欢讲什么祖先灵、夜灵、卡丘因 他的原神不太可能会苏醒到很成熟的一个阶段 外灵父神来讲的话 也不太可能会出现保护的一种机制 这是一种 那我回复刚刚那个读者的问题 就是他妈妈这种到底是怎么的状况 后来我跟他妈妈有对话 后来我也问了母娘 我先来帮他处理 我发现了一开始 其实他是卡丘因 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有灵动跟气动这种现象 可是并不全然是真正的原神苏醒 所以会灵动 比如说会打坐的时候会晃动 或者是说有气动感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算是真正的灵动跟起灵 他只是一般的就只是称之为气 或是脉在走动 那个能量流在走动全身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出现这种状况呢 再下去就会变成灵动了 可是因为这种状况的时候呢 意识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你注意看哦 很多人他气动跟灵动 他一定要在打坐 很安静的时候 或者是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气动感才会出现 这个时候我们的意识是比较薄弱了 意识薄弱的情况之下呢 任何人的催眠的语法进来都很容易被干扰 比如说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体质 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容易气动啊 晃动 如果说有人你跑公坛 他说你这就是神明杠杠 你就是神明杠杠杠杆 你说的是半数 你就是没人谁 你就是观音就是历身等等之类的 就是类似这种说 雨 雨期出现了 那你的灵动就开始受影响了 这个时候原神 就不太可能会被 疏醒 因为你已经被催眠了 所以你的原神的灵动 或是你的气动灵动 很容易是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情况之下呢 出现就像公谈的说法那样子 就是什么神明的降机啊 什么的降价 就类似这个样子 那他妈妈的情况也是像这种情况 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刚出会气动 可能呢因为跑公谈的时候呢 有人这样子告诉他 所以他开始的出现一些对话 或者是像灵动这种状况出现的 这是一种 再来第二个是他确实有卡到阴 可是因为这个阴啊 就是这个外来灵啊 跟他的原神啊 已经经过这么多年了 他这个故事已经不是这一两天 也不是这一两个月 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了 至少已经超过两年以上了 他的原神跟他的外灵啊 已经黏在一起了 像沾腹在一起了 你要把他拔除啊 用外来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的原神啊 刚好有这种苏醒的前奏曲 就是会气动啊 甚至灵动 可是还不算是很完整 刚好呢又卡到阴 又逢上了去跑公谈 问世时候呢 就说啊 这就是什么神明降价啦 要修行啊 你就是要怎么处理啊 让他的意志薄弱 这样子的话 他的原神跟他的外灵 甚至他跟他自己本身的后天灵 也就是我们这个意志啊 会产生混淆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三年五年下来呢 用术法 已经没有办法把他抽开来了 这个观念呢 比较难去解释哦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哦 我们一般人呢 如果说假设原神没有苏醒 那就是我们一般的灵魂 跟外来灵而已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跑公谈 常常会告诉人说 你这个要怎么处理 要这一概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说法 会出现一种心理的状态 就是我们会容易的 把自己的意识放松 让给对方去处理 没错嘛 比如说人家收紧的时候 不是都放轻松吗 比如说你讲处理什么时候 你都觉得自己 我就是没有力量 所以我就是交友人家去处理 这样的话呢 所以你看很多人呢 他在收金 或是说什么 拔除外灵啊 他会变成是一种依赖 周而复死的 一而再再而三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同时要这一概 或是收金 或是说用术法 把外灵驱走 这是需要的 在刚开始的时候 可是最终啊 要回归到个人的意志 就是你自己 有没有很意志的坚定心 或是信仰力呢 告诉自己 自己不太可能再被外灵附身 就是我不再相信了 有外灵附身这件事情 我不太相信啦 自己会被附身 就是自己的意志力 要非常的坚定 我的亲戚有一个 曾经有出过车祸的 那后来他的意识非常的患散 常常会恍惚 那他觉得说我帮他收金 效果可以很好 效果也可以很久 所以他生不死呢 就要我帮他收金 那我跟他讲啊 术法只是安顿 暂时性的得到效果 可是如果你自己本身的意志 不够坚定 比如说去挑战自己 或是出去玩 或者是看书 运动 等等之类的 你的生活啊 没有办法说得到安住感 你不断靠外力啊 最终啊 这个收金会成为一种循环 那一般人会不会这样子 也会 所以你看很多人 为什么他卡丘因跟收金 他要一而再 这二三的不断的重复 因为他不相信 人是有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 把这个外灵驱走 把一切的问题都丢给公坛来处理 甚至很多人因为卡丘因 就相信自己有这样体质 因为你相信 所以这样子无形的力量 就不断的沾黏在你身上 好 这是灵魂跟外灵之间的关系 再一个 如果说这个人的原神 如果苏醒的程度 已经 我刚刚前面有讲的 不是很很 觉醒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个外来灵的 所以一个人身上就有 灵魂 原神跟这个外来灵 三个灵弱卡在一起 如果说又遇到了像公坛说 你是什么应该办事啊 你做起来这一概啊 什么的 你又很相信公坛的说法 你不相信或是你不知道说 其实我们人有办法靠自己意志力的坚定心 来驱使自己把外灵驱走 那最后这个灵就会卡在一起 搞不清楚 到底是外来灵或是原神 或是自己的意识 初期不会很明显 可是经过了两三年之后呢 你要把它拔除啊 不太可能 比如说啊 油跟水的观念好了 如果有一杯水 上面滴了一个油 那我们可以看到 油水它是会分离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卫生纸 是可以很快的 把油把它吸起来 因为油啊 比较轻 可是如果说啊 你加了麻油 加了芝麻油 加了很多的油 去把它搅拌 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 请问一下呢 你还有办法呢 用卫生纸把油吸起来的吗 一般是不太可能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啊 就是要让水跟油啊 在那个空间里面 一个时间里面呢 沉浸很久很久 一段时间之后呢 油跟水才慢慢的分离 这个时候啊 才有办法用卫生纸 把油再吸起来 好 这个观念如果你们懂 再回到我刚刚提到那个问题了 如果说这个人 原神已经才刚刚苏醒了 可是因为受到公谈的 一种催眠的说法 说 你到底什么 要来办事情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没有办法教导你 或者是告诉你 其实你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啊 把他驱走 如果初期没有 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让你的油跟水不断的搅拌 经过了三年五年之后啊 你要让他沉浸下来的机会就不太高 所以他在信中我提到是 有位师姐跟他讲说 他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啊 不要跟自己原神或是外灵对话 这个说法是对的 可是如果 这个状况已经出现在自己身上 超过了一年以上了 其实就不太可能了 为什么 因为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代表是自己本身 可能已经习惯这样一个模式了 你要再经过一年了 那个习气已经累积了 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啊 不跟那个原神对话 或是不跟外灵对话 老实讲啊 是有困难度的 所以我前面一开始有提到啊 说你看很多人啊 走灵修 或是你看网路上很多人 呃 现在比较少了 我早期比较 有看到就是 他会帮原神取名 比如说我的原神呢 叫 比如说叫做 诺也 假设 我的原神呢叫诺也 然后他告诉我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告诉我说 这个朋友不好啊 不要跟他交往 或是他告诉我说 原来我今世呢 就是带什么天命 要来办事 这种东西很多 在我网路上以前都找过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原神已经不可能 跟自己灵魂意识合一了 因为他已经认为 灵魂跟原神是分开来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算经过了三年五年 你在跟他讲说 原神跟灵魂是同一个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他已经习惯 可以跟他对话了 所以他的妈妈 也是类似这种情况 已经经过了三年五年 你要再帮他 做任何的改变 有他的难度 所以他的妈妈来找我的时候呢 我也语重心长跟他讲说 呃 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太多 第一 他妈妈要不断的经过 心理上的辅导跟沟通 这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 他妈妈的意识 已经非常薄弱不到三层了 剩下的七层 都是原神 甚至外来的灵 这个时候呢 你要让他的自我意识 从三层提升到十层 就是说都是自己意识啊 不太可能 那需要时间上的训练 所以我也跟他讲说 你妈妈状况 我只能说很抱歉 一开始 如果说 发生的时候呢 来找我 我有十足把握 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是 经过心理上的辅导 还有用宗教力量 来让他妈妈相信 自己是原神 跟灵魂的合一 外来里 就算附身在他身上 你有办法把他取走 而你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办事命啊 什么都不是 那我们可以把他导正 如果说后面已经经过三年了 老实讲 已经很难了 好 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因为时间上关系了 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去细部分享 如果有机会跟时间呢 雨色在线上呢 跟大家再来继续聊 这个问世内容呢 当时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那当时母娘要怎么说 嗯 我们先到这边 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拜拜 这边 这边 我们先到这边 都带来 这边 我们先到这边 最后